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劳工工运团体过去是民进党非常重要的支柱 甚至是在所谓的正义这件事情 要平权的一个主要价值 但这一次工运团体出来说话了 不要只纪念矿工 要把房子后来为建 就说要捐出来纪念矿工 矿工是一个代名词而已吗 要做什么 要照顾劳工 所以公斗游行特别提出来 他们是认为三党对于劳工议题的政见 都不及格 尤其是他们认为赖清德的皇冠是什么 最傲慢 那么对于劳团的所有的诉求 都只会复制贴上来回应 过去看他拆南铁 或者是行政院近日以来 各种的应对抗议 消防人员去陈情的画面 大家历历在目 好像就是这感觉吗 而赖清德的矿工工疗 被指特选 大家全党呼吁人 全部人都要想尽办法 来帮他来解释这个议题 连王毕生都出来了 王毕生很久没在跳出来解释什么 这一次还特别说 你要知道矿工很辛苦的 矿工们的沉沸症很惨 所以常常很年轻就没有办法治疗 就会生命会受到影响 所以硬要讲矿工是特权 太没有人性了 然后是在讲矿工疗 而且只有赖清德的豪宅 隔壁邻居 其他矿工没有这种待遇 而当赵浩康说 父母是死于肺腺癌 所以他很关心空污的议题 能源议题的发电 他高度的关注 国建署厉害了 他也在假日 你知道大家都知道 公家机关很少要在 假日特别上班发新闻稿 国建署立刻 连这个都可以发新闻稿来澄清 还要强调 不是唯一的风险因子 只有空气污染PM2.5 不是什么都跟这个有关 成因多元 空气污染不是唯一的风险 连这个都要赶紧成行 显然要帮赖清德 互选情的交集之情 而光光晴也批评 不要把围建美化成上代的公僚 又哭又说谎 而拍到特勤扫地 跟林志坚退选 是同一天吗 这是黄阳明 把一个巧合时间点指出来 说这是很衰的一天吗 2022年8月12号同一天 那天国安特勤人被拍到 在那里扫地打扫情厨 不干勤务去做了这种 公公有该做的事情 他去国家任务不执勤 去做这种事情 可是那天同样也是新竹市长 前市长林志坚论文抄袭 退出市长选举的日子 真是个特别的日子 结果想不到这些特勤人员的照片 Google地图上本来找得到 现在也都被消失了 消失成什么样子 直接模糊 变成鬼影一样的模糊 到底马赛克 马的也不太好 看起来怪怪的 很恐怖 到底是为什么呢 消失的特勤 现在成为名一样的选战议题 郑克爽甚至说 这个是台湾灵异故事之 消失的扫地地情 这个花园 原本是一片荒废的土地 这个大家拿来做梗图哭手 就笑话更多了 所以奈皮疗 四天前献兵去维安 那居民被受访的时候还谈 住在这里很安全 24小时都有人守住 很好 可是四天之后 现在的消息是 赖家的老家 因为频频受到骚扰 当地民众怒啦 别再来乱啦 影响他们平静的生活 他们的声明 上一个时段 我们也跟大家提出来过 那么甚至呢 到底是为了什么 居民的变化心情这么大之外 还有大家在问咯 这个号码 这是蔡正元委员 他提出来 查出来这第几号码 318485 是什么 神秘密码 不是 他这个是 当时本来住的门牌号码 他父亲 根本不是现在的31号 也不是84号 现在都被特勤 各种加盖 所使用 当年根本是对面的 所谓的 矿工公司的办公室 那为什么 矿工办公室 被他们家拿去用了呢 那原本的房子呢 那这个产权就更说不清楚了 那新北市政府的确说 这个就要追查了 经过整边 现存的建物是否是原本的建物 是有疑虑的 可以再查一查 那当然邱毅说 下个礼拜一要北检去控告 告发说 这有涉嫌犯罪 居住的土地是 地号不对 门牌不对 根本就是把 工友的这个办公室 拿来占用 有没有土地贪污 这件事情 他去告发 所以亮哥 这个话题 连公运团体 都有点看不下去了吗 所以刚刚 韩兵那个建议 建议侯正寅几岛做 就是矿区 矿工的居住权 这个历史遗留的问题 那现在三个候选人 就来比赛 谁先提出政策 对不对 我觉得王毕胜 跳出来讲话是 他担心赖清德当选 他就没关做 你去想一想 民进党 me too就不能参选了 你是有小三 又有小孩 你还能够继续混下去吗 生官 对不对 蔡英文的道德标准比较低 所以你可以混到今天 赖清德如果来当 总统你还混得下去吗 我看自己迟了吧 赖清德是道德造神 me too就要退选了 你记不记得 根深人都不能够参选党工职 你这种小三被抓到 还有小孩的 你认为你还能够继续当政务官吗 自己最好了解一下状况 你讲这种话也没用 因为到时候就是铺天盖地的道德审判 逼你走路就是这样 所以自己要看清楚 事实上赵浩康讲这个不是 立即的因果关系 而是得费献爱的人真的明显变多 这个事实上有医疗上的数据 本来就有啊 对啊 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个火力发电站 比那么大 那现在又因为一时赶不上 所以很多都是煤矿在发电 没发电 所以真的是 尤其是女性嘛 这个很多人都知道 还是 就我们身边就有很多女性朋友 就是肺腺癌 或者是体检调查出肺腺癌 至少比例是增加的 那当然那个 至于那个是怎么得的 我们不知道啦 可是总量是增加的 那这个是不是跟 那个煤发电 大量在这个过渡期期间嘛 所以明显比例上升 当然大家会怀疑是这个原因 环境因素一定有关 当然啦 不然为什么会突然增加 结果还要发新文告成新 而且增加了比例还蛮大的 是 所以我觉得 他至少要做这样的一个解释嘛 那事实上我觉得这个 这个赖皮疗的问题 我们刚也讨论多了啦 就是 这个就是 他蔡正元是去查了啦 对 昨天亮哥也跟我们提了 对 因为他也寄给我了啦 就是说当年那个 不幸发生那个意外 那那个时候的媒体报导 那就突显当时的门号是31号 那他现有的门号是84号 新北市也查了啦 确实有经过户籍门牌的变更 确实有啦 那可是就是 这个正义点应该不是这个啦 因为大家本来是在想说 你是不是是新的购买一个地 而不是原来的公僚的家啦 因为他 他不是哭了五次吗 都在说他是在怀念他的父亲嘛 结果不是那块地就干掉了 那照理讲 如果你怀念你的父亲应该是 原地重建 或者你可以看到很多伟人嘛 这个提醒一下赖清德啦 很多伟人的房子 保留那个原来的地方啊 比如说我家附近就有那个 孙力仁将军故居啊 对啊 还有孙允玄 那个故居都是原来的样子要留着 你才有这个怀念的价值啊 李国鼎啊 对对对 都是原来他们住的房子啊 所以我就说你不是很怀念你的父亲吗 那怎么好像原来的样子都不见了 你不是应该留着那个原来的样子吗 这样才能够缅怀仙人啊 才可以感动一下啊 可是你全部都拆掉了 那人家当然是在怀疑说 是不是连地号都不一样 这样是真的是在怀念嘛 就是你故事不要编那么大嘛 所以你是为了让母亲住好一点 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 当然 孝顺嘛 可是你不要去东扯西扯什么 怀念父亲啊 怎样啦 或者是对矿工的这个生活感到 那附近的矿工就没有像你盖那么好的嘛 你2003年已经当立委了 2003年盖好这一栋 这个我们所谓的万里矿工区的房屋 大概排名第一名了啦 盖得最好 住得最舒服 你要整天还在扯说 是缅怀矿工或者同情矿工 结果2003年你盖好之后 当立委 当台南市长 当行政院长 从来没有针对矿工的居住问题 提过咨询或政策 还在说关心矿工想到就会掉眼泪 还可以掉五次 眼太大了吧 眼太大了啦 孝顺父母就孝顺父母啦 这个我可以同意啦 不要眼太大啦 不要远离事实啦 有明姐 的确在2022年8月12号那天 大家一直想到林志杰的原因也是 因为处理模式很像 当时也是蔡英文总统下令全党保护他 不准去讨论说他论文有问题有假 结果被整个大翻车 造成了整个选情 所谓一失无命 就搞了半天连时间点 都跟扫地同一天 那个浅秋你知道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会说感觉冥冥之中 你真的不相信有一种 那种神秘力量 真的也是蛮奇特的 我为什么有感而发 我这里可能要爆一个料啦 我当时听到一个蛮可靠的消息 说林志杰那个论文风暴 他不是一开始他要站清白 他没有要退选吗 大家还记得吧 是 非常印象深刻 后来他为什么退选呢 是赖清德跟郑文灿两个人 去到蔡英文办公室逼迫蔡英文 因为蔡英文非常喜欢林志杰 就是特别宠爱他就对了啦 当时政坛不是还传出来一度说 他对林志杰的疼爱呢 让那个原来英系的幕僚 轰烧味 他们都很吃味嘛 就是那个时候 那那个时候呢 蔡英文其实内心 大家那个全党挺一人 就是蔡英文嘛 不是党主席嘛 他不是下令嘛 说林志杰这个我们要支持他 对不对 那他怎么会退选 怎么会翻呢 是赖清德去逼宫 原来如此 是赖清德跟 有仇必报 对 我的意思是说 冥冥之中 我不是说林志杰没有报他仇 这个赖皮疗的事情 不是林志杰弄出来的 我懂 可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果业力就是这样嘛 你在同一天 他的论文发生 抄袭事件的那一天 其实你的赖皮疗的 那个扫地的这个照片音呢 就中了嘛 结果呢 你自己说我要高道德标准 对不对 我正义之事 我对人家砍呢 砍别人都非常的狠心 然后对自己的事情呢 都护得要命 完全寸土不让 对 完全寸土不让 结果他去逼蔡英文 等于这个砍他爱将 就今天印到你身上 我只能说这是巧合 但是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啦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我真是觉得 真的是冥冥之中 那你看这一次 他这个赖皮疗的事件 国土署署长 出来帮他讲话 可是这个国土署署长 是谁啊 是他赖清德 一路从台南 这个都发局 从副局长 局长这样一路带起来 然后把他拉到 国土署署长的 所以他自己的人 他就护啊 所以现在也变成 是他的人 也跳出来护他 所以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王碧胜讲这个话 现在有人听得下去吗 这偷换概念嘛 没有错 旷工很可怜 旷工会得粉尘症 那个 沉废症 对不对 旷工很可怜 可是今天 大家说什么打的 没人性什么的 在哭的 赖清德是旷工吗 他不是旷工 他是医生 他是去美国留学的 他是国大代表 是立委 是市长 是副总统 而且人家讲特权是他 那跟他 跟旷工有什么关系 那讲真正旷工来讲 你王碧胜有没有 我刚刚今天 才从瑞芳回来 因为我去瑞芳站台 瑞芳那才是 旷工的故乡 有多少现在老的旷工 还为了这个沉废症 现在在痛苦 那你王碧胜 你这个有小三的王碧胜 你有没有关心过 这些旷工 一句话 你有没有真的 编列相关的预算 考虑这个沉废症的部分 那至于劳团 讲这个赖清德傲慢 这绝对是傲慢 因为侯友宜 不管他提的劳工政策 劳团是不是满意 可是侯友宜有提 最低工资的问题 他有讲说我们最低工资 他还要再提高 他希望能够推动 整个薪资上涨 可是赖清德你做什么 照样的去敷衍 就跟那个消防队员 为什么那么生气 跑去赖清德的总部 这样痛哭流涕 因为赖清德敷衍弱势团体 然后承诺都跳票 然后他当时最有名的 面对这个社工师的这个问题 他说你们薪水没有调整 那做功德好了 功德院不就这样来的吗 所以赖清德始终这种态度 言以待人 宽以律己 这个就是赖清德这次 人设崩塌的关键 那个新的国土厨长吴欣修 就是以前处理蓝铁东银 有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 帮他拆的执行力 都是非常的让人痛心 所以公运团体讲的这句话 其实等于是真的 刚好应对到这一次 整个违贱的处理 就是傲慢吗 国家机器人放假 也要来想办法帮他护 连费献来这种事情 都要赶快国建署出来 发新闻稿 全国家机器护议人 而他对自己的问题 没有办法诚实的面对吗 其实以前大概 如果这种事情 发生在国民党执政 大概民党立委 一定把这些公务人员 下台八字 结果现在是权力都出来 挺赖消费 那当然我觉得 其实我们还是 就是论事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为什么大家对这一次 赖疲劳的事件 这么多的愤怒 这么多的不满 当然了 这个除了网友的创意之外 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 是什么 就是说民进党 这执政这八年 其实让人民感觉到 过去靠劳工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民进党 早就背弃了劳工 从所谓一利益休到现在 民进党的政策 其实都是家会企业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企业 是跟民进党 有密切关系的企业 这才是让一般人民 愤怒的地方 例如光电 对 比如像光电 或者你看多少的国家 最后图立的 就是跟民进党 关系密切的 少数的企业 所以这是让大家最不满的 因为你如果你是 靠劳工出来 你应该是在 劳工的福利上 劳工的薪资上 你有具体的作为 结果我们的薪资成长 远远赶不上我们的什么呢 物价的上涨 我们的房价的上涨 这个其实在蔡英文执政 八年内 我们的这个新建案的房价 成长了89% 在马英九时代是36% 在阿扁时代22% 这个差别其实是蛮大的 那么这种差别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说人民的那种 心理上的落差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是第一个 我们要看到的 就是房价这个是问题 物价的问题 最近通货膨胀 你看祖父们到这个超市去买东西 到菜场去买东西 一千块一下就花完 还要带两千块 可能也买得不如以前的多 但这些其实都是让人民 非常有感 而且非常非常不满的地方 那第二个当然就讲到 赖清德的这个赖皮疗 居然还用了矿工 作为一个理由 这才是让人民更加愤怒的 就你盖的是如此豪华的一个住宅 里头是这个 还有这个小桥流水的 这样子一个环境 然后呢 你居然说这是一个公寮 这个我觉得对矿工来说 真的是非常 真是这个情何以堪 那当然其实更不要说 如果这个赖清德 如果民进党真的重视 在这个地区居住的这些 过去矿工的后代 我想请问一件事情 基隆捷运 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 这个苏贞昌去年说 基隆捷运 2032年可以通过 可以通车 然后到哪里 只有到八度 没有进基隆市区 不到基隆 对啊 基隆捷运不到基隆 那这个就是你照顾 矿工这个地方 矿工的一个做法 我觉得其实因为 就是你说的 跟你做的 真的是落差太大 而且这些地方的人 照赖清德讲话 都是你自己的家乡人 你的这个跟你一起 照说跟你父亲一样 同时同样做矿工的 这个仙人的后代 你怎么用这样子的方式 对待他 那当苏贞昌讲说 基隆捷运 直到八度 2032年才通车的时候 怎么没有见你出来 来讲任何一句话